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各位應該還記得我曾經因為家裡施工 而搬出去住一段時間吧 不記得的話也沒關係 畢竟那也是5到8月之間的事了 雖然說搬回來後 各方面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住得很舒服 但其實我一直有件想做的事 算是一個家裡的小小改造吧 就是將自動房子 不減WiFi Mesh 網路 各位都知道 WiFi無線網路的訊號範圍都是有限的 那我家有好幾層囉 即使WiFi基地台訊號再強 也不可能單靠一台基地台 就讓整棟房子收到網路 那你說沒關係啊 買幾台基地台放在不同樓層不就好了 是的,一望我們家就是這樣的做法 但缺點就是 當你在不同層樓之間移動的時候 你的裝置,比如手機或筆電 就一定會斷線一陣子 然後從這個基地台重連到另一個基地台 是不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但要是有辦法將這些基地台的訊號結合起來 讓它變成一個大基地台的感覺 用你在整棟房子穿梭都不會斷訊 那不是更加理想嗎? 對,這就是剛剛說的WiFi Mesh 而且WiFi Mesh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放基地台的地方 不一定全部都要接著牆壁的有線網路 只要其中一台主機地台有接上 另外幾台是可以吃主機地台的訊號 去做延伸的 不過機器與機器之間 互相能收到訊號的距離 當然不能太遠啦 否則還是會影響速度跟連線體驗 經過評估 我們家適合擺三台在不同樓層 那麼各位看到這些箱子沒有? 這三台就是今天要介紹的主角啦 我們的老乾爹Synology 提供了這台RT6600X 來達成我一直想做的夢想 這台是Synology 葵葵三年再推出的網通新產品 今年5月在台灣上市 期間也是不知道缺了幾次 在家裡裝設路由器 不外乎就是幾個需求 網路順暢 快速還有網路安全 說到這個 我房間那台NAS也是Synology的嘛 它目前是跟旁邊機地台接在一起的 所以現在一旦連到其他樓的機地台 我就只能用速度慢很多的外網來傳檔案 而加了Wi-Fi Mesh之後 無論走到幾樓都可以是內網狀態 想想是超方便的 總之我會拿其中一台RT6600X 放我房間作為主要基地台 然後另外兩台分別放在樓上樓下 當作我房間基地台的延伸 而且我家樓上樓下都有網路孔啦 它們會連到同一台交換器上面 這樣的情況下 就可以搭建有限的Wi-Fi Mesh了 速度會更穩定 因為樓上樓下的機器 就不必繞到我這裡的主要基地台 就是網路了 然後你們可能還有一個疑問 如果我買幾台一般的分享器 然後名字跟密碼都改成一樣的 這樣不是到哪裡也都能連同一個名字了嗎? 看起來是這樣沒錯 但其實你到不同層樓的時候 你的裝飾還是會先斷線才能去連另一台 而且搞不好還會發生我在這裡 結果連到樓下後插著記憶台的狀況 一直之間你還不會察覺 因為名字都一樣 所以我是不太推薦用這樣的設定方式 然後這幾台機器算是高階機種啦 除了當作路由器、交換器、Wi-Fi分享器、Wi-Fi Mesh之外 它還有一大堆厲害的功能 跟之前介紹的Synology Nets一樣 有個自己的注意系統 想要裝些App來擴充都可以 你看看這個天線之多 對我來說已經是絕對夠用了 而且在我這裡還有一個升級點 那就是從Wi-Fi 5 變成Wi-Fi 6 標準了 雖然以我家300mits的網速方案來說 如果連外網是不會有什麼體驗提升 但內網傳拿到Nets就很有差了 透過Wi-Fi就能快速從手機丟一堆素材過去 感覺就是舒服 其實這型號後面的AX代表的是802.11AX標準 換個說法就是Wi-Fi 6啦 比較舊的Wi-Fi 5 指的是802.11AC 所以你們在選這類產品看到型號有AC 通常就是Wi-Fi 5了 至於這台前面的6600是什麼意思 這就要提到它的另一個特色 三頻Wi-Fi了 我們一般使用的Wi-Fi 現在普遍有2.4GHz跟5GHz兩種頻率 2.4GHz的優點就是傳輸距離遠 但速度比較慢也容易被干擾 5GHz就是俗稱的5G Wi-Fi 速度是更快的 目前市面上的Wi-Fi記憶台 通常都是所謂的雙頻 就是2.4GHz、5GHz各一個 那今天這個三頻就包含了一個2.4GHz 跟兩個5GHz 要兩個5GHz做什麼? 很大的原因就是方便在組成Mesh的時候 能有更穩定的連線 那這兩個5GHz的最高理論速度 一個有到4800Mbps 另一個則是1200Mbps 至於2.4GHz最高是600Mbps 稍微算一下 這三個速度的總和是6600Mbps 嘿對 這型號的6600Mbps就是這麼來的 喔然後你看 這台還有配備USB接控 還不是2.0是3.2的捐換喔 你可以接上外接硬碟 直接拿它來當雲端伺服器那些的 然後這台內建了4核心的CPU 還有1GB的RAM 要拿來做各種應用還是有可能的啊 不過螢幕前你們也不用擔心啦 要架起Wi-Fi Mesh 不一定都得買好幾台這樣的東西 顯得也許還有個MR2200AC 功能少了點 速度慢了點 但還是能達成在家隨處不斷上網的目的 而這個就是追求最高境界的體驗了 看看這畫面多香啊 總之接下來就是物件這三台的時間啦 好了之後就來告訴大家 我是怎麼設定的 還有實際的使用體驗吧 好啦現在分配給他們工作了 那其實也很簡單 先將其中一台要拿來當主機地台的機器設定好 這些過程能用網頁版 也能直接以手機APP來設定 初始設定完成後就可以來架設Mesh了 這裡能選擇要以有線還是無線的方式來連接 因為我部件他們的地方都能透過網路線連到相同的交換器 所以這裡我就選這個 那接著就照它指示 將另外幾台路由器通電並用網路線接在一起 順利的話過一段時間就能找到他們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將這些裝置命名 比如地幾樓或什麼房間 然後照著機器底部的屁碼打上去 接著等個幾秒鐘就打工告成了 對,現在你就能將這些機器擺在你要擺的地方了 不需要再經過額外設定 總之最後我用了四台路由器架設出我們家的Mesh 對,雖然開箱時說的是三台 但後來想想 我房間日本那台RT2600AC也能當作存取點AP使用嘛 讓訊號更加全面扎實 當然是件好事 至於成效如何 我們就先用測速的方式來檢視吧 我會到家裡的各個地方 用Speedtest來看看當前網速 首先如果是到我房間 客廳這種離基地台很近的地方 打速度當然沒問題 生半的300Mbps跑好跑滿 比較考驗的還是兩個基地台之間 剛剛好距離最遠的地方 結果經過幾個地方的實測 起碼也都還有70Mbps以上的速度 基本上在家何處都能順利上網了 不過光是這樣還不夠 我們的重點在於 在整棟房子內移動 會不會發生延遲或斷線的情形嘛 這裡模擬一下我媽經常 並看直播邊走下樓的場景 結果從我房間一路走下樓到另一個基地台 除了直播沒斷過之外 Wi-Fi訊號也始終滿格 而且剛剛有提到 組Mesh就能在我家各處連上我房間的NES 現在這個房間距離我房間有兩層樓 原本Wi-Fi絕對連不上 如今我已經能直接透過內網的方式來連了 不用特地跑回我房間穿檔案 那除了剛剛示範的那些之外 這台RT6600X 其實還有一個實用的安全功能 VLAN VLAN叫做虛擬區域網路 比如我可以將這台分割成好幾台Wi-Fi分享器 一邊給自己跟家人用 一邊給客人用 一邊給智慧家具產品用 這麼做的好處就是 有些人士就無法透過連上與家中 重要裝置相同的Wi-Fi網路 來嗨入竊取資料 因為他們之間都是分隔開來的嘛 總之就講到這啦 廠商還有像我提到 Synology 最近推出這件Wi-Fi 6的Mesh 路由器人 叫做WRX560 又一台RT6600X搭配這個 也是個能享有Wi-Fi 6 Mesh 環境的經濟實惠方案 以上資訊與心得 就給有需要的觀眾參考一下囉 再次感謝Synology 的協助 完成了這個搬回來的任務之一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